在这个影片当中我们要聊聊两件事情 第一个是呢所谓的色散现象 而第二个呢我们则要跟大家聊聊的是折射率 好那现在呢我们先来聊聊色散现象 色散现象是什么呢 就是当你用一个白光去通过了三菱镜之后呢 你会发现呢诶竟然会分出彩光 或者甚至是呢更常见的是什么 各位平常所看到的彩虹就是一种色散现象 因为呢彩虹就是白光通过了像是水滴 经过了一些折射之后呢 然后呢诶把不同的色光呢给这个区分出来了 那为什么会这样子呢 这跟我们刚刚前面所讲的就是呢 光呢呃它的这个光速呢跟两种东西有关 一个是跟戒指另外一个是跟光坡的坡长有关 当不是在真空当中的时候呢 诶坡长越长的速度就越快 坡长越短的速度就越慢 而速度跟原本的差异越大的呢 它折射的程度就会越多 好你现在听一大堆呢可能会听不懂没有关系 我们现在就来看一下 如果一开始呢我们有一道白光从三菱镜外面呢折射进来 我们用这个白光 我们这样画好了在这里 好我们多画呢让它粗一点 好让它粗一点 好那其实呢我们现在已经有个观念就是说 并没有一个光呢是纯白色的 OK好或者是这样说啦 就是说除非你是用这种镭射光 不然的话我们自然界当中的白光呢 其实是红尘黄绿蓝电子等等呢 所组成的 好那所以这个白光里面呢 其实它也包含了什么呢 包含了这个紫光 好那我们现在呢就来一个紫光 这一束紫光呢 OK到达这里的时候 好我们画一个这个所谓的法线 好法线画在这 画一个法线 OK那这个紫光呢到这边的时候 它会折射嘛对不对 那紫光呢其实它在折射的时候 它折射的这个角度呢会比较大 好我们呢就把它类似 比如说往这里这样折过来好了 好那它折射的角度呢会比较大 好那最后呢它会再从这个点呢 再折射出去 我们再画一下 这里也是画一个法线 好然后呢 它在折射出去的时候呢 这个时候又变成怎么样 变成要偏离法线 刚刚是偏向法线对不对 现在是偏离法线 好比如说是长这个样子 好那我们现在就知道一件事情 就是说呢 这个紫光呢 相对来讲因为它在玻璃当中 它的速度是怎么样 因为它是波长短的 所以呢它是属于波速怎么样 就上面来讲波长短 波速应该要是慢的 好所以呢我们就在这里 用个中文字注明一下 它属于呢波速比较慢的 所以原本呢在空气当中 我们把所有的光呢的光速都当做是C好了 我们都当做是C 但是呢在这个玻璃当中的时候 紫光变成是速度最慢的 那这个时候呢 它的偏折就会最大 因为速度的差距最大嘛 跟原本的差距最大 如果是红光的话呢 差距就没这么大啰 因为红光是 虽然在玻璃当中 它速度也会变慢 但它速度呢 相对于玻璃当中的 紫光是比较快的 所以它的偏折呢 就比较没有这么大 OK 它还是一样是偏向法线 OK它还是一样呢 是偏向法线的 从空气外面 进到玻璃里面的时候 但是呢在这边 整个在让它折射出去的时候 我们这边呢 画一下也是一个法线 好那整个呢 在折射出去的时候 大概呢就会变成 类似像是这个样子 好那因为红光我们刚刚说 它是相对于紫光呢 它是在玻璃当中 属于是比较快的 所以红光是在最外面 紫光是在最内侧的的话 那其他橙黄绿蓝电 一律都可以排上啦 所以你看哦 相对呢第二块的这个菊光 我们呢 用直线第二块的菊光 它就会跑在红光的里面 然后呢 这样子色散出来 然后呢 再来呢是黄光 它的波速呢 又稍微呢 比这个菊光呢 慢一点点 记得哦 是在玻璃或水当中 才是这样子 在真空中的时候 基本上所有光的光速是一样的 那在这个空气当中的时候呢 虽然是大部分是 我们讲的是0.97C OK 0.97C 但是呢因为呢各种光的差距在空气当中也不明显 所以空气当中我们当作是一样 好 好那如果呢在这个地方它分出来了 还有什么绿光 绿光 好这边是绿光 然后呢就这样子跑出来 然后再来是蓝光 黑蓝光 好那我就只画六种光就好了 红尘黄绿蓝紫 OK 总之呢 因为跟原本比起来 这个红光呢 它在玻璃当中跟紫光比起来速度是比较快的 但是记得光呢 在玻璃当中整体来讲是比空气当中还要来的慢的 所以呢它会是向内偏折 OK 向内偏折折射的时候是这个样子的 OK 那只是说呢没有变得那么慢 红光没有变得那么慢 而紫光呢 变得真的比较慢 所以红光偏折的角度比较小 紫光偏折的角度比较大 这样子最后出来呢就造成了这个色散的现象 所以其实在讨论色散呢 我们真正在讨论的是跟光波有关的什么东西 我们在讨论的其实是折射 而折射呢 我们就喜欢去定义戒指的折射率 这边呢折射率写得很大 但是前面呢要强调一下戒指的折射率 那我们会定义一个戒指的折射率呢 会怎么样定义它 我们会让它等于呢 它的这个东西是n 折射率呢是n 会等于呢 光速去除以在那个戒指当中 光传递的速度 我再说一次下面是 在该戒指中 在该戒指中 光传递的速度 光的速度 所以呢 如果你还记得我们刚刚有讲过 如果像是黄光的话 它呢在这个玻璃当中的速度是3分之2C 水中呢则是4分之3C的的话 那聪明的你会不会想到水的折射率应该是多少呢 水的折射率 水的折射率 OK 我们把它计算一下 应该要等于多少呢 不是就应该要等于C去除以多少 下面的V是4分之3C 所以水的折射率就是3分之4 同样的玻璃的折射率呢 我们知道如果是你要算玻璃的折射率的话 也是一样 把光速C拿来除以呢 光在玻璃当中传递的速度是3分之2C 所以算出来呢 C跟C约掉 玻璃的折射率就是2分之3 这两个数字呢很重要 水的折射率是3分之4 玻璃的折射率是2分之3 但是你不用硬背 原因是因为你只要记各种戒指的折射率 是光速去除以光在那个戒指当中的速度就可以了 而我们之前又记过了 玻璃当中光速是多少 水中光速是多少 所以这样很自然的 你就可以推出水的折射率跟玻璃的折射率咯 然后再次准备一下